金門翻船兩死的事件 20天了 倒在協商還談不下來 終於請到了 海委會就位管碧琳來專案報告 結果你看炒成了一團 好不容易上了台 他照本宣科講出來的 都是我們已經知道的 我先告訴我們 這像是有誠意要解決問題的樣子嗎 還是想把事情搞大 來 觀眾朋友看一下 今天在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 遠遠的看 一大堆的攝影記者 大家也會在那邊 大家想問你做什麼 是在抽獻還在搶夯員嗎 其實就是在吵說 到底海委會的主委管碧琳 可不可以把 今天那政委會的專案報名字 改成他自己要的名字 觀眾朋友 招委就是這一位 高金素媒 高金素媒招委呢 發出了這個專案報告的通知 海委會 海軍署跟陸委會 來的報告內容 就是針對於這次的撞船事件 要進行報告 但等一下 海委會主委管碧琳說 我不同意啊 什麼叫撞船 我們現在跟大陸正在談判 你一講撞船 大家拿這個撞船來 我們談判就直接就死去 所以他說只能夠講說 2014取締大陸籍快艇事故案 專案報告 簡單講就是 動214專案報告 其他都沒有任何的 褒貶或者是這個對錯都不要 就只有動214 但是問題是 這個報告上個禮拜 發出來之後 管碧琳管媽 還有會主委 他就在臉書上講說 我不同意 怎麼可以直接就 好像衛審先判 講我們不對 我們拒絕用這個名稱出席 海巡署改了個名字 改成沒有撞船兩個字的 我身為海洋委員會的主委 我支持他們 但是講完之後呢 其實基本上 內政委會跟國民黨立委就炸鍋了 因為以往 如果你有意見 你可以跟招委協調 我們今天專案報告 横述就是請 陸委會跟海委會的主委來 你怎麼會 直接就對向立法院 你今天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你要尊重立法院 溫居亮哥 常常每次行政院長到立法院的時候 上來要不要先跟上面的立法院長 都要先取公 然後呢 他在專案報告的時候 或是申報的時候 會講說 今天很高興 來到大院 怎麼叫大院 我是行政院長 你是立法院長 為什麼你大院 意思就是 我尊稱你 比我大 因為你監督我嘛 可是當然 你看這兩天 包含上禮拜龍小玲有沒有 就在吵說 是不是上對下 上對下 所以呢 就起爭執了 到底專案報告名稱 可不可以改變 觀眾朋友 其實在以往 專案報告 可以變嗎 其實是有過 至少六次以上改名 那不是不能改啊 可是你要協調啊 不是你自己弄啊 我今天來了 我就是參加巨像哥的 武器爆新聞啊 對我不能變成是 對不對 武器爆新聞啊 所以你要協調 你今天協調了以後 我相信 只要你有內容 而且取實取的內容 你可以好好的回答 是可以協調的 所以就變成是 藐視國會了 所以今天前面 吵了快半個小時 就在吵說 管貝林 是不是藐視國會 這起一 起二 管貝林 他最後還是上台報告 因為不可能不讓他報告 還是要知道要聽到嘛 那他報告 第一個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 他的書面報告 拿到每一個委員 包含管貝林 高清素媒 招偉的手上的時候 看完講說 你怎麼只有寫六頁 才六頁 這樣子有完整嗎 第二個 管貝林的報告內容當中 有包含一個影片 他要放 但是招偉是主席嘛 他今天不讓你放影片 理由是什麼 你那個影片 跟我們今天要談的 基本是無關 你是在等於是 海巡業務的宣導嘛 所以我不讓你放影片 第二個 講講講 講了三分鐘到的時候呢 這個主席 高清素媒講說 好了可以了 我們開始進行巡打了 他等一下 我還沒有講完啊 而且我影片也沒放啊 影片就跟這個主題無關嘛 那講 你只有講六頁 那要講完啊 但是管貝林 委員他很不滿 就是我為什麼沒有講完 所以一開始 他們對於這點 包含名稱 包含放影片 包含 這個口頭報告的長度呢 都有不同的意見 在今天早上的內政委員會 一開始就吵了個凡天 好 韋翰 這個柯文將喊出的 2026N加1的大計劃 居然被前幕僚打臉說 這根本是全部殲滅的計劃 你怎麼看 N加1 因為很多地方都沒有議員 所以這個加1 基本上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說 像台北市六個選區當中 有兩個 現在目前沒有民眾黨的議員 松信沒有 上次亞巴珍落選 中正話沒有 吳宜萱選 他還在選嘛 所以這一席 這個地方 因為沒有 就是N就是0嘛 在加1席 松信提議席 中正話提議席 我想大家應該不會有什麼 不會有什麼懷疑 不然他拿到一個政黨 不希望開疆僻土 攻城掠地嗎 但是問題 壞就壞在那個N N是所謂現任議員 這14個當中要加1 全都點點跟他好笑 跳出來 江和樹台中的議員 而且他還是台中民眾黨的主委 他有講 我是沒差 我做主委你 我是怕什麼 把人就趕在等 這四個現任 張志豪 然後陳佑誠 還有林真宇跟黃靖穎 那主席都在說 那我們怎麼辦 會不會很趕 你找人來跟我搶票 不能韓蔻嘛 而且事實上還很久 你現在講也沒有用 可是造成反彈 反而不是國民黨民進黨 因為國民黨民進黨 自己有自己的盤 反而是他的基層會擔心說 那這樣子造成現任議員的排擠 那怎麼辦 難道真的以為民眾黨就可以 各區都選到兩席以上嗎 因在一的那個N 現任的議員 還要有一個競爭者 他們內部會擔心 不過我還是這樣講 我覺得 一個新鮮的政黨 想要 因為他的目標是跟國民黨民眾黨一樣大 希望自己的黨的基本盤 能做大等量器官 所以里長市民帶議員要多 方向跟基本概念 應該是沒有錯的 觀眾朋友 今天大家在討論著 怎麼會昨天晚上 桃園機場空中地面大塞機呢 只剩一條跑道 另外一條在碎修 想飛的等了12個小時飛不上去 要降的空中塞機降不下來 你等一下我們給你看 那個航機圖 密密麻麻 桃機在幹嘛 我要讓我們來看到 疫情解封之後 這三年你看桃機的全球排名掉了多少 昨天晚上的塞機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好 駿翔哥 瓜兄的觀眾朋友 今天 駿翔哥講到重點 已經名次從原本的十幾名掉到八十幾名了 經過這兩天以後 我告訴駿翔哥還會再掉 還要再掉啊 因為國際上的大機場不會像你這樣 觀眾朋友 去過桃園機場沒有 桃園機場目前有北跑道跟南跑道 現在還做第三航廈 那你要知道 我們進到桃園機場以後 他這邊三航廈 這是二航廈 這是一航廈 你現在進來都是這樣開過來對不對 所以下面這個叫南跑道 上面這個叫北跑道 南跑道稅修 直接打差 3月3號 4號 5號 今天是4號 三天的稅修不能用 但是問題是班次沒有減少 你班次沒有減少 你只是要來兩倍的 因為南跑道跑去北跑道 那肯定要塞啊 先跟大家建立一個基礎 還好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大家抱怨 大家埋怨 大家不開心 而不是真的出現什麼非常意外的 那就是最重要 Kevin老師常在網路上跟電視上看到他有沒有 他是彩莊很有名的老師 他說你等一下 我還包含我的朋友 我們全部都懷疑人生 因為我們到了跑道頭準備要起飛對不對 結果在那邊等等等 有人睡著醒過來以後 這搞好嗎 我怎麼還在 還懷疑人生 你想要看喔 兩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就在那邊stand by 因為有滑嘛 你滑出去 本來很多人都以為 那有的人比較累的 你有沒有這種經驗 我有過 我有過這個等超過一個小時的 我睡起來了以後 左邊右邊看一下說 你們現在在哪裡 怎麼落地了 因為根本還沒起飛 所以呢 這個難跑道的睡球呢 造成班次 全部都擠在一起 你要知道喔 一天有698班啊 那你少掉一半的跑道的話 你大概兩分鐘就一班 怎麼可能不塞 一定塞爆嘛 還有 我們台的主播星童 他也是一樣 這個是在地面上等了兩個小時上去 不是等20分鐘的觀眾朋友 等兩個小時 真的 兩個小時都已經 啊 飛到九州去了 飛到上海了 就根本還沒起飛 但是還沒有辦法上去 這個是在上面下不來 因為你的整個跑道 都已經雍色的情況之下 難跑到稅修 都靠北跑道幹嘛 靠北跑道起飛 君堂哥還要靠北跑道降落 所以你要調整個塔台 忙死了對不對 在天空上面盤旋40分鐘 我跟大家講 都是這個抱怨 都是不滿 但是還好 都平安回來了 因為你等到後來 你知道多危險嗎 如果飛機在上面 來跟你講說 你可以盤全兩圈以後 等到哪裡下來 結果兩圈以後 還是不能下來 油量不夠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很多 觀眾朋友 昨天很多飛機 後來開一開以後 機場直接想說不行 我飛高雄 到高雄加油以後呢 因為我是飛桃園的嘛 只好在起飛 飛到桃園以後再等落 所以呢 這個上不去跟下不來 造成了很多問題 然後呢 這個是在空中的地面狀況 空中的狀況 還有航下列明的狀況 昨天喔 你看那個跑機場的記者在那邊 時不時拍到有很多人在跑 特別是外國人 為什麼 因為他們搬機 整個延誤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原本是transfer轉機嘛 我的飛機快要到了 但我才剛落啊 每個都進行軍 都進行軍 你等一下被人家close 你就沒辦法上飛機了 對不對 我心裡還要弄過去 大家照來照去 弄來弄去 所以就知道了 這些狀況呢 都是造成大家的不方便 還有一個旅客喔 他這個 這個就 基本上怎麼樣 他是2點35分 要去日本的先台 你想想看喔 2點35分 基本上12點左右就要到了 兩個小時前嘛 然後2點35分呢 結果他上了飛機 2點35要起飛 沒有起飛 剛剛講等兩個小時 他一直等 等到了3點半 才上飛機 他根本沒有辦法上喔 對 2點35的飛機 因為基本上2點前就要上飛機了 等到3點半 推個半小時對不對 我就在飛機上等等等 Kevin老師等兩個小時 他呢他等3個小時 等到6點半 太辛苦了 等到6點半 大不了沒有了 早就飛到了 不是6點半也不能飛了 後來叫大家下飛機了 因為 先台那邊的飛機場 已經關閉了 你算算時間飛過去以後 他已經是超過他的機場使用時間了 所以呢一等一整天以後 那你想想看去那個 他的飛機今天沒飛過去 那他昨天有沒有訂 日本先台的飯店 沒有 當然有啊 不是 我說他訂了 他進不去check-in 那那個怎麼辦 錢已經花了 對 所以這種東西 只要超過4個小時以上 旅遊達人提醒你 是 那個旅遊不變險 如果你有保的話 這些都可以申請 但有些人根本沒有保這個險 旅遊不變 那所以呢 你要知道 整個過程當中 造成這麼大的混亂 然後淘機的總經理 就跑出來跟大家講說 確實有疏失 那洪偉姐今天也在我們現場 洪偉姐就 他是立法委嘛 他質詢說 到底怎麼回事 你要稅修 沒有人不讓你修 這是安全問題 對 你應該要提前跟航空公司協調對不對 要嘛 就臨近的機場 要嘛 就把班次做調整 不然今天這班就不飛了 很多洪公司一看 因為3月3號 4號 5號 今天幾號 4號 還有明天 還有今天 對不對 所以教育部長 洪公司才就下令 一定要在今天 就是3月4號的 晚上凌晨12點的時候 要完成所有的整備 明天可以開 是 就不要影響太多 但是觀眾朋友 我講這麼多 我只有一個最基礎的就是說 非安還是第一 如果你今天為了趕這個進度 最後你的稅修沒有做得很完整的話 以後非安的問題 如果出問題也不行 所以既然要稅修會影響班次 應該要提早調度 減少班機 或者是改降其他機場 不要造成這麼大的混亂 影效國際 武器報新聞從2018年開始 連續6年 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總計9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100萬的訂閱 再衝一下 請大家樓上就樓下 摳更多人 來幫我們按讚訂閱 100萬人的幸運兒 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待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